最近啊,国庆节刚结束没多久啊,才过去差不多十多天 社会上就出现了很多的怪异的仿常的现象,令我百事不得其解 首先啊,很多大城市里面的大林的圣男圣女啊 通过这次放假呢,回去之后再也没有回来了 我们村里面很多人呢,都说这年轻人不出去打工回来干什么 你要如果出去打过螺丝,你就知道,今年的工价不仅降低了 主要还是因为工厂的需求变低了 订单少了,当价一降再降,没有什么加班费了 网练能拿七八千的工资,现在拿个三四千 扣除社保,能拿个三千多就不错了 很多工厂呢,都已经转型了,主要还是因为订单外流 你看今年的苹果十五,很多都是由印度生产的 以前呢,都是由咱们中国的境内的郑州河南富士康 江苏昆山,还有深圳的富士康,深圳盖工的 你看今年呢,节日过完之后,马路上的人呢,也稀少了很多 有一个特别的反常的现象 就是啊,你看这街上呢,有很多店铺啊 大白天呢,基本上有的不营业,有的甚至营业一半就回去了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反正感觉啊,曾经非常火爆的商铺啊 根本就不可能出现那种什么转租,招租 以前呢,那种铺子一铺难求 求人脱关系才能找到这样的铺面 现在环境铺面也开始出现,转让,出租,出售的情况了 这到底是怎么了 反正现在可能由于电商兴起吧 还有呢,就是实体店的竞争力越来越大了 导致啊,大家呢,消费疲软了 感觉以前那些资本呢,都已经玩不撞了吧 反正就是你看,房子也在降价 车子也在降价 奢侈品也在降价 除了黄金在涨价 其他的日常生活百货都在降价 不是大家买不起 而是,就比如说国货和国外的洋货 很多人都明白了,不能从洋没外了 不是洋货买不起 而是国货更有性价比,更实用 所以说你认为什么情况呢 省下钱还能给家里补贴家用 看看在街上的人呢 其实也没几个人大包小包的 都是空手来空手去,转一转,溜达一下 出门就要花钱 很多年轻人呢,都不太愿意出门了 以前那些KTV啊,酒吧啊,还有那种会所啊 娱乐场所里面 人山人海的,现在也没有朋友圈看不到了 以前朋友圈天天有人去 像我今天在酒吧,明天去KTV 后天朋友过生日,胡子海河 朋友圈很少看到这样的了 都过自己的日子去了 什么钱不钱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健康了 因为也赚不了太多钱了 你们也没发生这种现象 反正我感觉挺反常的 更怪异的 好了,对于此事你们怎么看 我们下期再见吧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真的是世俗反常必有妖啊